大家好 我是谢成贵 你的人形故事集 前几期节目啊 咱们讲了一个这个大毒枭巴伯罗的故事 那期节目里我说啊 这个巴伯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牛的这个毒枭 从他死了之后呢 就没有这个级别的人了 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说了 哎 你这蟹胖的咕噜寡闻 还有一个叫古斯曼的毒枭啊 比这巴伯罗牛逼多了 我一想啊 这古斯曼有点道理啊 这位朋友说这古斯曼呢 他的其实这个贩毒团伙啊 从规模上 包括这个走私的量上 不比巴伯罗小 而且呢 这人啊下手特别黑特别狠 光是跟他有直接关系的命案啊 就是三万五千多件 不过呢 我觉得他说实话真比不上巴伯罗 为什么呢 今儿咱聊完他的故事 您就明白为什么了 这个古斯曼啊 是个墨西哥人 1957年出生在墨西哥西北 他住这地呢 离美国不远 那块地儿啊 特别贫瘠 好多这个电影里头也都有 这个美西边境 很多那种大的荒漠什么的 能够发家支付呢 就两条途径 一个呢 就是要不然你就能偷渡到美国去 第二呢 就是往美国贩毒 总之吧 都是你 你就得指着美国生活了 这古斯曼 说实话不简单 这赛老师啊 老拿我调侃 说我这三岁会唱十八摩 这是他编的 但是这古斯曼 他是真的三岁就贩毒 这是真的 他爸就是毒贩 在他爸的影响下 这古斯曼啊 很快就是 怎么说呢 他的这个生活线啊 跟正常人就保持平行 永不相交 从小呢 就对学习大妈的种植 跟贩卖 特别感兴趣 贩毒这门手艺啊 你要没点真本事 那干不了 古斯曼很快就成为 利明合格的流氓加文盲 因为没上过学啊 对吧 十几岁呢 就在当地打出一片天了 拥有大量的那个种植员 他是当地最大的种植员原主 大麻种植员啊 还养了一批小弟 跟着自己一起卖毒品 过了几年啊 这古斯曼加入了 当时墨西哥最大的一个犯罪团伙 也当然也就是贩毒的 这个团伙领导人叫加拉多 古斯曼是属于那种 从小野心很大 不甘于居人下 经常跟这个加罗多 他是越着急呢 中之差好几急呢 跟他提这个 你得给我更多的分尘 加拉多一开始 都没人家正眼看的 先说你这一小屁孩 干嘛呀你呢 古斯曼这人啊 心狠手辣 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呢 真是不惜一切代价 包括自己周围人的性命 走私这件事啊 不是这个他现在的直播带货 难度特别大 遇到那个边防查的盐的时候 那这毒品你就是进不去 古斯曼可不管你这套 只要你走私出问题 哪怕你就是晚两天才送到 他都严惩不待 经常干嘛呀 公开处决小弟 杀一惊百呀 不过这古斯曼说实话 也有点聪明劲 知道不能只有铁拳 没有糖豆 给手下人的那个提成都特别高 甚至有的人挣的比他还多 在古斯曼的这努力下 他所负责的那条线啊 很快就成了贩毒七团中最挣钱的一条线 加拉多呢也认识他了 因为你现在有能力了嘛 对吧 觉得这人是个人才 就把他提拔成自己的二把手 美国人对这帮毒贩的那是深呼痛绝啊 就为了打击这个加拉多的贩毒团伙 派出特工卧底到他们这个团伙里头 不过这个特工啊 特别惨 很快就被发现了 这被发现之后 是让这古斯曼给处理的 古斯曼呢 那就非常残忍的 就把这特工给肢解了 还把这个肢解过程拍下视频 寄到华盛顿 这回美国人那可是真做不住了 给这个墨西哥政府施压 让他们严惩这凶手古斯曼 如果说哥伦比亚是美国的小弟 那这墨西哥就只能说是美国的干儿子了 只要是美国人让干的事 那绝对是义不容辞 开始对这古斯曼 还有他们那整个贩毒团伙 开始大力清剿 古斯曼不仅对手下人狠 那对老大那是更狠啊 主动出卖了老大加拉多 一脸懵逼这加拉多 就成了这个墨西哥的阶下囚了 至今都被关在墨西哥监狱里头 古斯曼呢 那顺理成章啊 原来我是二把手 现在老大没了 我这是当老大吧 对吧 他当老大之后啊 给自己还有手下人定了一个目标 三年之内啊 我们要超过远在哥伦比亚的同行 五年之内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贩毒集团 古斯曼要达到这目标 首先要做的就是得摆脱这中间商的身份 当时这个墨西哥的毒贩主要干嘛呢 是从哥伦比亚那买了毒品 然后自己走私到美国 就一二刀贩子 古斯曼呢 觉得这东西当我挣钱 我我就必须应该自己生产 自己贩卖 这才来钱快呢 于是呢 他就开始在这个墨西哥大量的开垦荒地 种植大麻 同时呢 融资建设了不少这毒品加工厂 1989年 古斯曼这一些投资啊 终于得到回报了 他不再从哥伦比亚那买毒品了 自己的产量已经够多了 于此同时呢 他也效仿着巴伯罗建立了自己的武装 并且在这个美墨边境啊 重新开拓了好几条毒品走私路线 重金收买这个美国海关 让他们协助自己贩毒 1990年 平均啊 每个月就有两吨大麻和五吨的可卡因 通过正常渠道进入美国 那些海关工作人员 那真是明目张胆的帮他贩毒啊 当然了啊 后来古斯曼被捕之后 这些人也吃了瓜落 这是后话 古斯曼最大的一个问题呢 说实话还是同行的竞争 对吧 这同行之间是赤裸裸的仇恨吧 墨西哥国内其他贩毒团伙一看 呵你这个做大了 那不行啊 开始挑战他的位置了 89年 古斯曼最大的竞争对手 菲利克斯 把他最得力的助手给杀了 而且这手段也特狠 把那尸体还肢解了 古斯曼一下就真急了 好家伙平时都是老子杀人 城里下馆的都不给钱 就是你敢动我的人 开始跟这个菲利克斯倾脚 从89年到92年 古斯曼跟菲利克斯之间啊 至少开展了九次大规模冲突 日常那种小冲突就没断过 古斯曼这人之前说了心狠手辣呀 他把这菲利克斯的家人给绑了 残忍的杀害了 甚至啊最惨的一个什么呢 他当时骗所谓啊 就是我看很多资料写的是色诱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色诱色在哪 各位可以搜一下古斯曼照片 真的特难看 他色诱这个菲利克斯的老婆 把他骗到家里以后 不光是把这人杀了 还从这老婆身上 磕扣了四百万美元 之后还把这人头寄给了菲利克斯 除此之外啊 古斯曼还命令手下人 只要见到这菲利克斯团伙成员啊 杀一个赏一百 同时呢还能领到更先进的武器 原来你使刀 现在给你换个大的 原来你使手枪 现在给你换一个长的 这帮毒贩那就更不要命了 三年之后 至少有这个五千人 死在这两拨毒贩的冲突之中 这已经不叫冲突了 这他妈就是个战争啊 这古斯曼跟菲利克斯的战争啊 让这墨西哥政府实在不能忍了 派出军队 倾剿他们 古斯曼祭出杀手锏 什么呢 金钱攻势 一时间 这墨西哥政府军成了古斯曼的私人武装 在古斯曼的指挥下 军队开始对这菲利克斯进攻了 菲利克斯一看 好 那原来打古斯曼都那么费劲 现在政府来了 没辙了呀 跑吧 就躲在一个秘密的舞厅里头了 古斯曼就知道他躲 躲起来了 那不能忍呀 对吧 这俩人已经是 不如你死就是我活了 对吧 下令啊 绝地三尺 你也得给我把这人找着 找着他的人 也不白找啊 奖励一百万美元 很快这菲利克斯啊 那就被手下出卖了 对吧 那这一百万美元 我买条命好不好 我就给你出卖就出卖吧 古斯曼就派人啊 全副武装冲进了他藏身的那个舞厅 进门就是一栋扫射 菲利克斯当场死亡 后来呢 根据这个目击者回忆啊 当时啊 至少有16个手拿AK47的枪手 冲进这舞厅 打了1000多发子弹 我估计这菲利克斯啊 不光被打成筛子了 估计啊 已经给打碎了 这古斯曼的残暴啊 那势必被报复 92年11月 他遭到这个竞争对手的这个追杀 要说这古斯曼的命啊 也是真大 他坐上一辆白色的轿车 在街上走 恰好呢 这路上还有一辆跟他一样的白色轿车 这杀手就认错人了呀 把这另外一辆车给打成马蜂窝了 车上人呢都死了 很不幸 那辆车里的人是谁呀 墨西哥最有威望的人 红衣主教奥坎波 这下墨西哥政府那是真急了 你们太模糊蛋了 你们啊 你把我们的主教杀了 与此同时 这国际社会对这件事 那也是大力谴责呀 据说就连这梵蒂冈啊 都罕见的谴责了墨西哥毒贩 顺便呢还骂了一下墨西哥政府 说你们太不作为了 怎么这么放任他们呀 梵蒂冈说话了 那全世界的教徒就都开始谴责墨西哥政府了 这一时间这墨西哥政府自己头都大了 这听的 那他们自然呢就得开始清剿这帮毒贩 其中最大的就是这古斯曼 也知道他就是万货之源啊 1993年古斯曼被抓了 审讯过程特别顺利 虽然啊 咱说实话 当时关于他谋杀的指控 就一千多页 就他那指控的证据 一千多页 法官基本上都没看 当时一 谁 古斯曼是吧 行行行 知道了 怕二十年吧 怎么才怕二十年呢 这说实话 墨西哥法律说这样咱也不敢说也不敢问 不过这古斯曼入狱之后啊 这个倒是跟这个巴伯罗一样了 他花重金买通了在这个监狱里的每个人 在这监狱里那跟这个在外头一样啊 是不是控制这个毒品帝国啊 并且享受这极高的待遇 他的媳妇还有什么恩多情人啊 轮班赔得住 据说啊 他得靠韦哥才能摆平这么多女人 古斯曼的毒品 那主要都卖给美国人了 美国人都无奈了 您这好家伙 哥伦比亚巴伯罗自己建一建狱 啊 您这古斯曼没建也差不多了 你说我怎么挨着这么两个货呀 开始跟这墨西哥政府交涉 让他们引渡这古斯曼 你让他到我这来受审吧 墨西哥一直把美国当亲爹啊 面对亲爹的请求 那表示没问题吧 是吧 准备啊 2001年引渡古斯曼 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啊 古斯曼决定越狱 在这个预警的帮助下 古斯曼成功越狱了 据说啊 他为了这次越狱 买通了所有的预警 包括点狱长 一共花费250万美元 但是呢 墨西哥官方对此有另外一个解释 古斯曼越狱那天 负责勘押他的是个临时工 现在已经开除了 美国人一听得了 甭指着你们来了 我自己来吧 派出这基督警 进入墨西哥 你看这就跟之前在哥伦比亚不一样了 在这哥伦比亚呢 他只能请那些雇佣兵秘密的到哥伦比亚去 打那巴布罗 你这到墨西哥直接自己派兵就去了 就为了追捕这古斯曼啊 开了500万美元的天价 奖励那些能提供线索的人 不过这美国人一直没抓着他 最后呢 这没招了 这FBI啊 就把他列为了 FBI十大通缉犯之首 这古斯曼很荣幸称为跟本拉登一个待遇的人 直到2014年 古斯曼才被抓 不过他又很快越狱了 那个过程跟第一次差不多 还是一个是吧 被临时工啊 收买了 那收买以后 这临时工就把他放了 这下美国人呢 再也坐不住了 是吧 那只能 那也没什么好招 你说呢 对吧 反正知道这墨西哥从上到下都这么腐败 那派人抓去吧 但是这次抓捕啊 非常顺利 两年之后 2016年就把他这逮着了 这回这个墨西哥政府不能再下上了 把他引渡到美国 那过程堪比这好莱坞大片 几百辆军车押送他一个人 天上这直升机飞着 地上这装打车守着 生怕出事 就这样 古斯曼被成功带回美国 刚到美国 好家伙 血片一样的法院传票就来了 因为他的毒品啊 几乎销售到了美国各大城市 每个地区的法院都给他下了传票 这回好 你郑主来了 赶紧的吧 背他过来审判吧 基督局呢 从中现场指挥 大家别乱啊 排队递船票 排名不分先后 按这字幕顺序来 反正是这一套的 2019年 这最恶涛天的古斯曼啊 被判了五个终身监禁 外加三十年刑期 危害社会这么长时间 这罚款肯定是少不了了 粗略一算 美国人一算 得了 126亿美元吧 而且这美国人特斗 每个终身监禁的判决 都加了一个不得假释的附加条款 等于您得在里头住五辈子 还欠政府三十年 古斯曼这回啊 彻底出不来了 咱们之前说巴布罗那期啊 那期已经讲了 这个毒贩这玩意儿 那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尤其是说像在美国 美国作为毒品需求量最大的国家 南美又不生产什么 他从古至今就产毒品 对不对 从最早玛雅人到后来的阿斯特克人 都产这玩意儿 包括可可 只不过可可这东西啊 后来被做成巧克力了 对吧 你说这个大麻什么的这玩意儿 后来被定为毒品了 但是他们就产这些 是不是又挨着这么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 你说我不卖毒品 我卖什么呀 对吧 古斯曼这人啊 在这里头这个确实是 规模比较大的 但是呢 他有一个问题 这哥们啊 他成是因为下手黑 败也是因为下手黑 完全没有巴布罗那种经营理念啊 什么拉弄民心啊 那个发动群众跟政府斗啊 没有 所以我觉得呀 他跟巴布罗比起来 那真是差着行似的 好了 关于大毒小古斯曼啊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现成会 你的人心故事机